2014年文憑史卷1B第4條A2部分 A1部分問了為何不可以用身份證號碼來登入名稱 跟私隱有關 第二部分問你可否用電子郵件做Login ID 即是登入編碼可以嗎 當然可以,是適合的 為何用電郵地址是適合呢 因為電郵地址是獨一無二的 獨一無二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不會有別人擁有相同的電郵地址 這樣就可以用來登入號碼了 譬如學校或一些機構 可能都會用員工編號來做Login ID 都適合,都是因為獨一無二,不牽涉私隱 但如果用手提電話號碼來登入名稱 就有兩個問題,第一都是私隱的問題 第二,未必每個人都有手提電話號碼的 變成有些人沒有手提電話號碼便登入不到 也都不適合,就是這一條 第三部分,他就說陳先生不應該用CAS和CAS number 這個複合鍵用來做分辨紀錄 甚麼叫複合鍵呢 即是說,有一欄是叫CAS 即是頒別 另外,CAS number即是頒號 用頒別跟頒號兩個欄位合在一起 是可以用來分辨紀錄的 因為頒別就不知誰打誰 但頒別加上頒號就確認到那筆紀錄了 所以可以的,但為什麼不應該採用呢 技術上可以採用,不過不應該採用 因為每一年同學都會升班 今年你是4A,下年可能是5A 號數都會改變的 如果我們用頒和頒號 用來做分辨紀錄的話 即是可能做關鍵欄 那就要每年去做更新 好了 如果我們用學生編號 或者用Email地址 就不用每年更新 這個是操作上 操作這個數據庫 不需要做多一重每年更新的工作 同樣道理 用這個出生日期 還是用這個年齡 來記錄這個人的年紀大小呢 都是會傾向用這個出生日期的 同樣原因 如果他今年15歲,你輸入了15 明年就是全部的數據庫的資料 就要改變成16歲 或者12歲變成13歲 又是多了一些更新的工作 每年會做的 如果用出生日期來做 就不用每年更新 都是同一個道理 好 B部分 就是seq 你看到有個student的表單 就有以下的欄位 包括username 好 好 那這句seq 是怎樣看的呢 它說select cast 和username 換言之 你輸出的結果 一定有class 和username 可以先寫定 即是說 我們那個答案 一定會抽出這兩個欄位出來的 抽這兩個欄位出來 那有什麼條件抽出來呢 不是全部都要的 後面就是條件了 from from student 即是由這個student的資料庫道 好啦 order by class OK 好啦 本來這裏應該 from student之後 應該會有一些條件的 例如是哪班 例如是班號是多少 例如是那個名道有個p字 諸如此類 它現在沒有給到的條件 那就是全部資料都要了 OK 換言之上面的四筆資料都要 但是 它後面有一個order by order by 即是排序 排序 order by 用什麼來排序呢 用班來排序 OK 要了全部資料 上面有四筆 就是要了四筆資料 用班來排序 那我就寫了 好啦 用班來排序當然 1A 那所以 我們就要寫了 1A是第一個來的 如果是排次序 然後 要個username username就是這裏 這個就是第一個 那需要不需要password 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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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因為它只是抽Cast 和username OK 好了 接著第二個 1B 這裏有少少難題 就有兩個1B 應該寫哪個先呢 如果沒有特別 再用點排序呢 我們就照上數據庫 原本的次序 大家都是1B 它又沒有特別第二個條件要排 那於是就寫了1B先啦 然後照著來排 就排了這個 Wompateng先啦 那所以這裏就寫啦 然後下一個1B 最後就是1C 那就是這條 抽了班 抽了username 沒有任何條件 就是全部都要 然後用班來排次序的一個做法 下面的兩項 你填上去啦